Hello 大家好 這次開箱的玩具是 The Mother's Egg Toy 的 The Raptor 火箭人 那這個火箭人是 1991 年 上映的一個 電影 迪士尼公司 推出的電影 那這個 原本是漫畫 之後他改編 到電影去了 那他這個 這個漫畫 其實他也差不多在 1980幾年 去製作的 設計出來的一個 漫畫人物 然後最後他們就是給 迪士尼做成電影 但是他在製作成 Rocketer 他是以 可以朝向拍攝成電影的方向 去構思的 之後 反正最後他們 本來是有三部曲 最後他們就只拍一部 因為票房不是很理想 那我大概 我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但是我大概有看一下他的 去找很多他的 預告 預告片 那我覺得 其實他拍的還不錯 就是 迪士尼 迪士尼拍的 至少是不會爛 就是還可以看 那特效 特效方面做的還不錯 然後 然後 我覺得這個題材還不錯 就很像現在的 現在很紅的那個叫做鋼鐵人 那個樣子 他的面罩還有他的整個 就是 裝備 整體而言 感覺有點像 但是他這個故事是設定在 二戰時間 1938年的時候 二戰的期間 那當然 但 故事內容都會扯到納粹 納粹黨 德國德意志的納粹黨 那 最近 我還蠻喜歡這個 這樣的一個裝扮 我在 2008年的時候 有網路上看到 很久了 網路上看到1比6的 我還蠻喜歡的 可是那時候對人我比較沒有那麼大興趣 就沒有去 去購買了 然後 我是在最近 嗯 開始收集人偶之後 我就開始 注意到 一些 玩具人偶的資訊 然後 大媽的StackToy 他是最近比較火紅 當然我不知道他成立 多早就成立了 但是他差不多 就是前年吧 2018年 在東 玩具展推出李小龍 一整組李小龍 非常醜的李小龍 老實說是這樣 那他這一隻也 說真的也蠻醜 也並不是很像 那在 在Toy Art的 玩具 玩具開箱報告有 有評比這一隻 那他們也有提到就是 人偶不是很像 主角 那你 你自己去看那個 大媽的 大媽的StackToy 他們的 推出的玩具 如果是仿真的 像 John Wick他們也有做 其實做的都很醜 說真的 但是我還是會買這一隻 是 有他一些道理喔 就是我剛剛說的 我 2018年還蠻喜歡這一隻 火箭人的 那他剛好是7吋的 那我覺得他 他的這個 他的頭像 雖然不是很像 仿真的人 可是 我覺得還可以啦 整個神韻 不要做 說那個眼睛 塗裝塗錯 或怎麼樣 他整個臉還是看起來像 卡通的樣子 好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 他的背面的一個 商品介紹 那這個火箭人呢 火箭人他 他的名字 那電影的 角色的名字叫 克里夫 Secred 他拿到這個飛行器 他是 他是一個意外 他原本是 飛機特技的表演者 駕駛員 然後 就是有人偷了這個東西 丟在他的 飛機的一個 駕駛艙內 然後他發現了 然後就拿來使用了 有一次在救 救他的 救其他人之後 他就揹了這個東西去 去救他 之後就成名了 成名之後 然後 就是要找這個東西的 兩幫人呢 就來 找他了 故事就大概情節是這樣發生的 那迪士尼呢 這是迪士尼 迪士尼 迪士尼 呃 版權是迪士尼的 那迪士尼在 最近 有在重啟 這個系列 火箭人 那我比較 花點時間去講解 因為火箭人 其實講也蠻有意思的 好 那再來就是 他後面的商品 簡介呢 他跟 之後 販售出來的 玩具人的 塗裝是 不是 火箭人的 塗裝是不一樣的 你看他這個是 皮鞋是 咖啡色的 那他其實之後 塗裝變成是黑色的 這個火箭 火箭噴射背包呢 也不一樣 然後有些塗裝 像這邊有黑黑的 他也沒 沒塗黑了 那這七串 我當初拿到的是 還蠻 蠻驚訝的 真的還蠻大 包裝真的蠻大的 那我不是很喜歡這種 這種包裝 這種包裝 就是 很難拆啊 我想我這個包裝子 也不是很想要的 可能後面的 把他留起來 前面幾乎是不會想要的 我最討厭這種包裝 就是 可能 那一筆就 就留這一些吧 留後面這一張 好 好 好 看起來用工具會比較快喔 不然花太多時間拆 我的影片就是一鏡到底 我也懶得做剪輯 我竟然完美的落地了 因為我沒有玩過 鑽石玩具 傳奇收藏 這家公司叫什麼 大媽的Static Toy 我沒有玩過他們的玩具 所以他們的關節是這樣的 我還蠻欣賞這個座台的 這張配件呢 我們等一下再說 這是他電影的故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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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它這個,我以為是直接帶上去的 看來這個是要更換頭的啦 是拔掉的 我覺得國外包裝的齁 美國版本的,美國美系的玩具齁 包裝都比較 不是很喜歡 日系 日系的包裝就會可能比較講求 你可以快速的取件 開箱的熱區也是這樣 現在就是拆光光了齁 就是它的配件都放在桌子上面了 那當然你可以用拉的啦,用快轉的 我都不會覺得怎樣 你有看我就很開心了齁 好,我們鏡頭再調一下,調整一下 我的影片就是這樣齁,熔輪一下 沒差啦齁 很多人都給我副評價或是留言都 都在罵我,說真的無所謂了 我會沒逼你看這樣齁 我的心情是這樣齁 但是有看了我就非常非常的感謝齁 那其實我覺得它整體質感還可以 還可以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臉齁 鏡頭不要再挑鏡頭,我們來跪著齁 跪著 跪著打謝大家齁 我先看它的臉齁 就是很卡通化啦 它的臉就是很卡通化,沒有很擬正 那可是它的塗裝 它的塗裝還行啊,就是沒有 就是卡通化的很到位 眼睛齁 眼睛眉毛,該塗裝正確的就塗裝正確 然後頭髮 頭髮有它的 一個線那個髮型 那個 那叫什麼 紋路齁 磕的也很好 然後塗裝有一些 漸層呢,還挑懶這樣子齁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 因為我第一次,這是我第一次玩 呃,膽罵的Stacker Toey的玩具齁 那我想要先 踹一下它的關節 好,現在 現在的玩具 呃 關節什麼幾觸可動 那都沒 那都不是噱頭了 這是應該本來就該有的 好,那我們來 踹一下它這個手肘的部分齁 居然可以 這麼緊齁 根本密合齁,這真是很了不起 好,順一下它的 好,順一下它的 關節,試試看有沒有脫落 脫落的情況 好,是沒有 然後它的關節並不會 一拿到手就覺得很死黏 我覺得 雖然 雖然這個 DST啦 我的簡稱DST齁 不然是 膽罵的Stack Toe也很 熱熱等齁 好,DST的玩具就是 雖然 好像 人偶 人像做的不是很好看 但是 整體的 品質 有顧到啦 它是很金,它那個 製作的還是很用心 好 然後它的腳的部分 它 它腰 它腰也可以 它腰也可以 頭沒問題 頭只有 頭脖子就是 脖子跟身體是 一體成型的齁 是黏住的啦 它只有 頭 更換頭 頭雕這個部分 是可以轉的 脖子這一邊就不行了 脖子這一邊就不行了 我覺得它關節就還可以還可以 這是它的特色 那我 我是 不能跟其他加廠牌的比 我覺得各有好壞 然後它的褲子 它的 褲子呢 它這邊 塗裝的 材料會霧霧的齁 感覺還不錯 摸起來質感還不錯 不賴 就是 不是很光滑齁 不是說 隨便漆上一上就好 這個可能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顏料 塗的還不錯 然後它就 這樣可以動 這樣前後擺 屁股就卡住了齁 那它這個是硬的 它不是軟的齁 屁股 可以這樣擺動 然後這邊 這邊 大腿的話 就是這樣 大腿 大腿部分就這樣 比較 比較 現在 有點像機器人齁 現在很多人我都不 不搞這一招了 可是美系的很多 美系 像日系 日系 港系都不走這一套了 那它這個 這邊的膝關節 我覺得還可以 這個 可是 可是只呈現L狀態 不是 就是直腳狀態 垂直狀態 直腳 不能再彎了 那手可以彎 你看 手可以彎成這樣 腳不行 那這個關節 可能就是 卡俊俊 這個 至少它這個關節 不是 不是像它這個 手肘的關節一樣 是用兩根 兩根卡榫卡進去 做連結的 我覺得這方面 還蠻現代一點的 好 你看這個 這個 它的靴子 是黑色的 電影的 塗裝版就是黑色的 那它這個 在上 原本那個 背後商品簡介 是 跟這個 它的服裝 是一樣的 是屬於 咖啡色的 好 好 我們看一下它這個 鞋子上面 側邊的一個 綁帶細節 都有做到 都有刻畫到 做得很 還算不錯 然後我們拔一下 替換一下 它的手 這拔起來 還算輕鬆 還算輕鬆 然後它大部分只是 是用手套的 然後 它一般手 它如果把手套脫掉 只有一對 而已 沒有握拳的 它就是 差不多就是這樣 這樣的一個 手勢 手勢 哈囉 這更換的部分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好 那我來換 換它的頭 頭是這樣 都還蠻緊的 它拔起來是 拔起來不是很好拔啊 裝上去也不是很好裝 可是 就很緊 很緊 那你也 不知道到底有沒 那只要塞進去 好像可以了 那就好了 好 戴上面具 整個就圍起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面罩 它面罩 它的面罩 涂裝 有一種 舊舊的感覺 還可以啊 還可以啊 塗裝還不錯啦 這個這個是軟的 我希望它是做硬的 但是可能是為了 保護小朋友 省成本之類的 這個有沒有像 很像鋼鐵人 這個火箭 噴射火那個火箭背包的一個火焰呢 這樣 那你知道它是怎麼飛的嗎 它怎麼啟動啊 它就是 它就是兩隻手這邊有個按鍵 就是這樣壓下去就噴了 就飛起來這樣子 所以你看它又有個手勢啊 它有這個手勢就是這樣 好去做一個遙控 來裝一下 手的部分真的很好裝 還不錯 這個座台啊 這個座台還不錯 我當初也是想 就是 就是這個座台也算是 吸引我啊 購買的一個原因 這部分 這部分 座台這部分很奇怪 它這個 在這邊 你看這邊有兩個 兩個 鐵線 當然它是故意要支撐 支撐的 那只是說這邊沒剪掉耶 我該不該自己剪掉了 這凸起來的 太凸了 然後 然後 然後我這邊 就這樣塞不進去 有點 不太對齁 它可以把它彎 可以彎 它可以彎的 你這樣就可以很輕鬆的 掛上去 很輕鬆的掛上去 好 其實我覺得挺帥的 火箭人 這隻挺帥的 戴上面具齁 你就是 你買火箭人當然就是為了要戴上面具 啦 我們來換換它的這個 兇嫌這一塊就很輕鬆的這樣拔起來 然後更換這個 它這套衣服呢 是 特技 特技表演時候的一個衣服 那這個 頭盔呢 頭盔就是他有個 好朋友 就是他的技師啊 叫皮維 專門幫他修理他的飛機的 所製作的頭盔 好像是這樣 那這個包包應該是可以拔 它這邊 這邊應該是可以拔 這邊沒辦法 只能從這邊 你看這邊這邊有一個 有那個安裝的一個 一個 一個扣 扣環的 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蠻好拖的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他 可以看到這個 他這個 噴色背包呢 這邊有個 粉紅色的這個東西 有沒有 一塊 有沒有看到 這是他電影的情節 就是因為他有個 有個漏洞 皮微 從這個 這個主角 克里夫的 嘴巴裡面 取出一個口香糖 把它黏住 真的很扯 迪士尼都喜歡拍這種 比較 那 鬥趣 有趣 風 好笑 我們脫掉是為了 想要看一下他的 沒有火箭噴射背包的樣子 拆解 拆解 裝 這身上的部分呢 我覺得還蠻輕鬆的 然後他的背後 他的背後 是這樣 這身體是硬的喔 他不像 Stone Crackable一樣 就是很多部分是屬於PVC的 就軟膠的意思啊 就軟 比較軟嫩 好 那因為他沒槍 那 那等一下再給他握槍了 那我 我 只能從其他人偶 取槍來 再來就是 這是一張紙喔 那 這個是 火箭 的一個藍圖 火箭設計的藍圖 這也是電影情節 就是之後 最後他 不曉得幹嘛 是不知道 這個東西壞掉還是怎麼樣 那 那他就是透過他女朋友在 一個 不知道哪邊去取到一個 藍圖 之後PV就覺得 PV就是他的一個機械設計 機械師啊 就說他來做一個更好的 他就看這個藍圖會覺得 他可以做到一個更好的 這樣子 這是電影情節 那 剛剛有提到 提到會做 三部曲嘛 那 迪士尼重啟部分呢 如果說 成功的話 我覺得他 會搞三部曲 三部曲 就是 當然他在 1991年的版本 後頭就是 留個伏筆嘛 對不對 就是要 設計一個更好的一個 火箭噴射背包 那迪士尼他已經在 他們的一個頻道 迪士尼Junior 已經推出一個 女性卡 KID版的 兒童版的一個 火箭人 是一個小女生 這安裝 這拔起來很好拔 可是你這樣 安裝回去 不是那麼好安裝 沒有這個原本是黑色的喔 我覺得這黑色還不錯啊 為什麼要塗 把它塗掉了 這部分不好安裝喔 裝回去 拆起來很好拆啊 裝回去 你可能需要一些工具 不然 不知道怎麼裝回去 你不把它裝好來 然後再 它的背包 會一直 它的火箭噴射包 會一直 移動一動 我們時間有限喔 讓他自己 他沒附槍 然後自己搞一個 就是 抓槍 抓槍扣 扣槍機的一個手勢喔 我們只好跟 跟他借槍 跟 Rollister Road 借槍 槍感覺有點小 除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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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來比一下7吋人偶 看是怎麼樣的感覺 每個玩具場齁,他們都有一個自己的特色,自己的王牌 那我覺得DST他們的玩具呢,就是Dimast Actoy他們的玩具 最近比較主打火箭輪之外,還有李小龍 他們還有做John Wick 他們意思就是說他們這套玩具是比較偏電影的 電製做的,跟NEC系列一樣 美系的感覺都比較喜歡做這種的 扔著龜 好,就是這幾隻啊 這幾隻來做比較 大家都有扔著龜長 那就是Stone的人偶這樣 那就是做個比較齁 感覺一下這隻的高度是有齁,那再來就是看他的體態 體態可能就比較偏瘦齁 那你像火箭輪他的版權就是可能目前只有Dimast Actoy他們在做齁 那其他的有看到火箭輪嗎 那其他有看到火箭輪嗎?可能要買更早以前的Hotoy或是 啊 Funk Ho Funk什麼的,好像不曉得 好,那我們來做一個飛行的一個 的Ending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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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次的火箭輪關機開箱就到這,謝謝!